現在各位看到的是三星新推出來的中階款的這個Android手機叫做Galaxy O80 那它採用的是Android 2.1的作業系統 那搭配一個3.2吋的一個1670萬色的TFE彩屏 然後同時擁有銀色的這個鏡面外觀 同時在它的機身的周遭設計其實都非常的簡潔 在側邊的部分只有音量鍵沒有多餘的部分 好 那另外所有的連接部包括電源鍵這個Micro USB孔甚至3.5mm耳機孔都集中在頂部的地方 好 機身的下方這邊做了一個弧形的一個設計方便你單手握持的時候不容易滑脫 那在正面的部分Home鍵採用了一個倒三角形的一個亮影設計 那功能鍵與返回鍵都做成了這個熱感硬式的一個觸控鍵 那在頂端這邊我們有一個這個叫做距離感應器 當你在接電話的時候它會自動的把螢幕熄掉 然後當你在離開的時候螢幕會再自動亮起來 在背面的部分我們提供了黑白兩個顏色 現在各位看到的是黑色 黑色的部分它用在背面有一個320mm畫素的數位相機支援自動對焦以及相片定位 那同時採用Google最新的作業系統 好 那這邊是揚聲器的這個出口的地方 OK